我是Jenny,我的后援,农醇香滴基金 当妈妈的第一天,到每一天 都是全心全意,百分之百的付出 当然也要农醇香百分之百的补给 只取第一道粗脆精华 百分之百不掺一滴水 今天也让农醇香后援泥巴 0800-435-288 滴基金,农醇香 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在Spotify和First Story 推出订阅制的付费童话 不会影响免费童话的收听 而且内容也不会重复哦 好听的故事就在安妮塔的童话饗宴 哈喽小朋友们 我是安妮塔老师 讲到狐狸你会想到什么形容词呢 狡猾,爱说谎,奸诈 那如果是和尚你会想到什么呢 诚实,温和,善良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狐狸与和尚》 从前在一座村子的森林里 住着一只调皮的狐狸 因为这只狐狸能够把自己变化成人的样子 所以它常常会对村子里的人恶作剧 村子里的人常常被狐狸欺骗 所以一到傍晚,谁也不敢走进狐狸住的那座森林 村子附近有一座寺庙 寺庙里的和尚如果要到隔壁村庄念经时 就必须经过狐狸住的森林 所以他常常被狐狸骗走食物 和尚心想 下次如果再遇到狐狸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给他一个教训 有一天,和尚趁着天还没黑时 经过狐狸住的森林 和尚特别小心地走着 这时,从眼前的草堆里 露出一条狐狸的尾巴 他悄悄地走过去看 发现那只狐狸正在睡觉 和尚心想 我总算抓到你了 他轻轻拍着狐狸的背说 先生,喂,先生 听到声音 狐狸马上跳了起来 急忙变成一个像是有钱人的样子 和尚故意说 先生,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睡觉呢 你一定是被狐狸给骗了吧 来,我带你去城里 好好的大吃一顿吧 狐狸听到和尚这样说 便开心地回答 对呀,我被那只可恶的狐狸给骗了 现在肚子刚好很饿 我们要去吃东西吗 真是太好了 狐狸和和尚一起来到了饭店 和尚开心地点了非常多菜 还一边把所有的食物推到狐狸面前说 来吧,先生 千万别客气 今天我请客 好吃的东西多吃点 酒也要多喝一点哦 等到吃饱喝足了 和尚说 先生,我去一下厕所 马上就回来 和尚离开后 便赶紧跑到厨房对厨师说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急事 必须先走 请你帮我包一些食物让我带走 外面那位先生会付钱给你 于是厨师把食物包好够交给和尚 和尚就从侧门赶紧溜走了 狐狸大口大口喝着酒 喝醉了就趴倒在桌上睡着了 到了晚上 饭店的老板拍拍狐狸说 现在已经快要深夜了 我们要打烊了 先生 先生,请你付钱 这些韭菜和和尚带走的食物加起来 一共是一百枚铜钱 饭店老板把账单摆在桌上给他看 狐狸睁大眼睛问 你说什么钱啊 关我一起来的和尚 看我一起来的和尚去哪里啊 当天老板说 他已经先走了 他说你会付钱的 狐狸吓了一跳大声地说 什么 啊 他居然骗我 狐狸一紧张 不小心跑出了尾巴 露出了尖尖的鼻子 渐渐地变回原来狐狸的样子 饭店老板吓得大叫了起来 而厨房的厨师及店小二 听到叫声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木棍跑了过来 狐狸在饭店里东跑西跑 躲来躲去 最后还是被他给逃走了 但是 狐狸还是被大家打到全身都是伤 最后只敢躲在森林的深处 不敢再到城里去了 饭店老板生气地说 居然让那只可恶的狐狸跑走了 那我只好到寺庙去找和尚要钱了 寺庙的和尚看到饭店老板来了 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说 昨天 昨天没有外出啊 我昨天都待在寺庙里 你一定认错人了 啊 对了 我想啊 那个和尚一定也是狐狸变的吧 这只狐狸啊实在是太坏了 听和尚这么一说 饭店老板也被搞糊涂了 最后只好摸摸鼻子回家了 各位小朋友们 虽然和尚让狐狸受到了教训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 最可怜的好像是饭店老板 不但损失了韭菜 也没有拿到钱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像故事里的狐狸一样 到处恶作剧 这样没人会想跟你当朋友的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